现在要教的东西叫圆周运动 这是国中唯一学到这个不适直线运动的地方 圆周运动就绕一个圆嘛 这个图上面显示 手上吸个绳子 转一个石头 转圈圈 就绕一个圆 这个绕圆的运动叫做圆周运动 我们国中没有那么精细的指 我们基本上都绕圈圈的 我们都把它当做圆周运动 刚才会讲到什么地球绕太阳啊 地球绕太阳其实是一个椭圆形 不过我们就不计较 当然它叫做圆周运动 就是只要把它 如果是转弯的 就当做是圆周运动的一部分 刚才讲过国中身不计较 地球公传轨道椭圆 把它当做圆周运动 然后转弯的是圆周运动的一部分 重点是 要能够绕一个圆 就一定需要一个力量 叫做向心力 向心力永远都指向圆心 图上面 手拉着绳子转圈圈 一直都有个力量 指向手的这个位置 永远都指向圆心 这种力叫做向心力 key word 重点 要做圆周运动一定需要一个向心力 永远都指向圆心的向心力 因为根据牛顿2 f等于ma 有力就会有加速度 所以有一个指向圆心的力 就会有个指向圆心的加速度 这个我们称之为向心加速度 国中没有任何形式的计算 就一个观念而已 高中会出现计算 高中以后再说 国中的观念说 因为有向心力 所以有一个向心加速度 向心加速度 永远都跟顺时运动方向垂直 顺时运动方向就是切线方向 所以切线指向圆心 两个永远都互相垂直 前面告诉过你 如果加速度跟速度互相垂直 会改变我们的速度的方向 所以这个向心加速度 就是用来改变它的方向 用来改变它的方向 所以让它能够转弯 它转弯 所以向心加速度 改变了速度的方向 让它会转弯 然后 如果 它配合的刚刚好 就会是一个圆 就是跑出去拉回来 跑出去拉回来 两个如果配合的刚好 它就会一个圆 如果不是 往里面拉的力量太大 它就会怎样 掉下来 如果 往里面拉的力量太大 它就会怎样 飞出去 飞就会飞出去 好 待会会交飞出去的事情 那我们就是 所以要两个配合的刚刚好 它才会正好会是一个圆 而这个配合的刚刚好的这件事情 跟两件因素有关 听过就好了 讲过国中不牵涉任何形式的计算 所以不要你去算它有多大 基本上 如果速度越快 半径越小 它所需要的向心力就要越大 它所需要的向心力就要越大 速度越快 绕那个圆的半径越小 它就需要的向心力就会越大 所以车子在转弯的时候 如果是一个缓缓的弯 半径很大 就很容易转过去 因为它需要的向心力很小 如果是个急弯 那它要弯过来就需要很大的向心力 就不容易转过来 不容易转过来 国中生因为没有任何形式的计算 我们只要在观念上了解 这样就够了 所以 道全全 要做圆周运动 转弯 当做圆周运动的一部分 要做圆周运动 一定需要一个向心力 向心力永远指向圆心 所以 使它的产生的向心加速度 永远都跟切线的 是速度方向垂直 所以 向心加速度是用来改变速度的方向 两个配合的刚好 就会是一个圆 这个配合的刚好 跟两个因素有关 一个是东西的速度 一个是绕圈圈的半径 速度越大 半径越小 所需要向心力就会越大 这就是有关于前面 简单的介绍 圆周运动的部分 我们下期再见